欢迎收看4月2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生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市中山路的富凯大饭店 拆除作业已经超过了20小时 而目前已经从顶楼11楼破坏到6楼 但是在25号的拆除作业也发生了小状况 拆到一半油管突然破裂 紧急停工30分钟 许多人纷纷担心会不会就因此影响了拆除作业进度 而花莲县政府也回应 除非余震或者是雨势太大才会停工 要在安全的情况下 全力力拼24小时不间断拆除 大哥机从大楼顶部将一块块砖瓦夹碎 要把建筑物结构以及钢筋水泥先破坏掉 现场也扬起大量粉尘 花莲富凯饭店24号晚间开始拆除 至今已经超过12小时 有20天前拆除天往新大楼的全台最大长壁 大钢牙鲁夫后前类支援 目前拆到最底端是拆到6楼那边 拆并自行的拆法 那最主要是一方面是方便外走司机能够看到 上面的拆除的情形 然后第二方面是能够让困体土块顺利滑下土堆 就怕一不小心会对周遭建筑造成危险 因此每个拆除动作以及角度都得小心谨慎 而在拆除到一半也发生了小状况 臭梨一旁紧急停工 因为就在拆除不断进行时 大哥机出现了油管破裂 好在经过紧急修复 30分钟后便有复工 另外现场下起小雨 让拆除作业更加困难 许多人纷纷关心会不会影响拆除进度 目前的雨是原则上它不会影响到拆除的进度 那目前从拆除到现在 并没有位移的情形发生 未来如果雨震发生的时候 现场地面的人员会马上通知怪手机停止拆除 除非雨是太大或是雨震 又或是大楼有位移的情况 否则都不会停工 在安全情况下 24小时不间断拆除 力拼两周内完工 今天是来自立请观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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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